60Hz的显示器一秒钟可以显示60张画面 144Hz的显示器一秒钟可以显示144张画面 如果我制作一个144帧的视频 每帧画面只有一个数字 一直从1排列到144循环播放 在慢镜头下 帧144Hz的显示器能完美的显示1到144全部的数字 而这是我从拼多多买的所谓144Hz的显示器 它显示的数字是不连贯的 发生了跳帧 这台显示器的真实刷新率其实只有60Hz 嗨 各位好 欢迎收看硬检查谈 我是福良麦查人 在过去的两年里随着显示面板的降价 高刷新率显示器得到了大规模的普及 越高的刷新率代表屏幕一秒 可以呈现在你面前的画面越多 自然也就可以获得更流畅的画面 但是你知道吗 高刷新率显示器其实是可以做假的 市面上有很多的显示器在宣传上 虽然说自己是144Hz 但是实际上它只支持144Hz的信号输入 最终呈现在显示面板上的还是60Hz的画面 这个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假144Hz显示器 大多数显示器的结构非常的简单 只有三个主要的部件 外壳 面板和驱动板 显卡发送过来的数字图像 会经过驱动板处理 转化成电压电流等信号 显示面板再按照驱动板发送过来的信号 驱动液晶分子偏转 再把对应的画面呈现在面板上 显卡一秒钟输出给了显示器 多少张画面就是帧数 而显示器一秒钟可以显示多少张画面 就是面板的刷新率 那这时候肯定会有人好奇 那如果显卡的输出针大于显示器的刷新率 或者小于显示器的刷新率 那显示器是怎么显示的呢 如果没开垂直通布 你看到的应该是画面撕裂或者跳针 在之前的G-Sync和FreeSync的科普节目里 已经详细的介绍过了 感兴趣的同学可以去看看 这里就不多介绍了 那既然画面是显卡输出过来的 显卡必须要知道显示器的分辨率和刷新率是什么规格 才能输出一个匹配的画面 不然你往一个2K的显示器上输出一个4K的画面 那它肯定是不能正常的显示 那电脑是怎么知道你的显示器是多少刷新率 多少分辨率的呢 这就需要提到显示器的EDID了 在早期CRT显示器的时代 显示器的规格并没有现在这么丰富 电脑只需要按照一个标准的分辨率和刷新率输出画面就可以 但是后来随着液晶显示器的普及 显示器的规格越来越多 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分辨率和刷新率 此时电脑如果还按照标准分辨率和刷新率去输出画面 你的显示器很可能就无法发挥最好的显示效果 所以为了保证每台显示器 都能工作在最佳的分辨率和最佳刷新率下 视频电子协会VESA出面制定了行业规范 要求所有的显示器在驱动板上放置一块芯片 存储显示器的各种信息 并在显示器接入电脑的瞬间 把这些信息通过HDMI和DP线揽报告给显卡 这就是显示器的EDID信息 它通常是128位16进制术构成的一组数据块 也有的显示器会额外增加128位拓展块 你可以用Monitor,Info,View等各种软件读取到 IDA64内显示器的各种参数信息 就是EDID信息解析而来的 EDID信息内包含了显示器的制造厂 加生产日期,型号,面板,序列号等各项参数 其中就有比较重要的分辨率和刷新率参数 你在系统设置中或者显卡控制面板中 调整显示器的分辨率和刷新率 能调整的这些选项 实际上都是基于EDID汇报的信息而来的 而假144赫兹显示器就是在EDID上做的手脚 那像我们手里这台假144赫兹显示器 它的显示面板本身只支持4K60赫兹 但是厂家在EDID信息内写入了2K144赫兹的数据 在接入电脑的一瞬间通过EDID信息 显卡就会误以为这是一台真的支持2K144赫兹的显示器 所以你是可以在系统设置内看到显示设置中 有2K144赫兹选项的 你也可以正常的切换过去 甚至你切换过去的时候 屏幕还会装模作样的闪下黑屏 不过由于面板本身跑不了144赫兹 所以驱动版会选择把显卡输出过来的部分画面抛弃掉 隔2到3帧显示一张画面 最后凑成60帧发送给面板去显示 那我们到底该怎么判断一台显示器 到底是真144赫兹还是假144赫兹呢 其实非常简单 就像我节目开头那样 我们制作一个144帧的视频 一帧一个数字 那在慢镜头下 真144赫兹的显示器 肯定是能完美的把144个数字全部显示出来 而刷新率只要低于144赫兹 其中必定会有数字被跳过去 显示不出来 但是这个方法其实是有一点问题的 你想判断120赫兹的显示器 你就得做一个120帧的视频 你想判断165赫兹的显示器 就得做一个165赫兹的视频 我相信大部分人应该都不知道 怎么样制作出来这样一个视频 况且不是所有人的手机或者相机 都能支持慢动作拍摄的 不能慢放的话 一秒刷过去那么多数字 你肯定是看不出有没有跳数字的 所以这种测试方法 虽然非常准确也非常直观 但是缺少了一定的泛用性 因此这里我给大家找到了一个 更好的测试方法 去检验显示器的刷新率 究竟是不是真的 那就是UFO Test 首先你需要安装一个 可以支持高刷新率内容显示的浏览器 我们实测 Win10、Win11自带的Edge 和谷歌的Chrome浏览器都可以 其他的浏览器 大家就自己尝试一下 我们在浏览器的地址楼内 输入3w.testufo.com 即可进入UFO Test的官网 这是一个用来测试显示器的网站 其内部提供了各式各样的测试工具 用于测试显示器的各种参数 你可以在右上角切换各种各样的测试功能 其中的frame skipping check 跳针测试 就可以用于测试显示器的刷新率 究竟是真的还是假的 我们切换到这个项目以后 你会看见屏幕中间 有一个黑底白线的网格 有一个白方块 一直从左上角往右下角不断的扫描 那这个是个什么原理呢 首先UFO Test 会读取你系统内设置的输出刷新率 然后调整白方块的生成速度 如果你的显卡输出刷新率 设置在144Hz 那它就是每144分之1秒 生成一个白方块 从左上角一直循环 生成到右下角 如果检测到系统设置在60Hz 那它就是每60分之1秒 生成一个白方块 也是从左上角一直循环 生成到右下角 这个画面就可以用来替换掉 我们之前一帧一个数字的视频了 只需要用高速摄影拍摄屏幕 如果白方块是连贯的 说明显示器把所有的白方块 都显示了出来 那刷新率就是真的 而如果白方块是间隔的 说明又出现了跳针的现象 显示器的面板 真实刷新率和网站读取到的刷新率是不匹配的 但是话又说回来 这不还得用高速摄影慢放以后才能看清楚吗 哎 先别着急 事实上不用高速摄影也可以 只需要拍摄一张曝光时间足够长的照片 也能判断显示器的刷新率到底是真是假 学过摄影的朋友应该知道 拍照的时候摁下快门键的一瞬间 快门链会打开一段时间 传感器捕获到足够多的光的信息以后 快门链再关闭 那这一张照片就算出来了 从打开到关闭快门链的这段时间 就是快门速度 通常用多少分之一秒来描述 所以你拍摄到的一张照片 实际上是从快门打开到关闭这期间内的全部信息 如果有一个物体在这一瞬间 从A点运动到了B点 那你画面中看到的应该是类似这样的动态模糊 那这个性质就决定了 我们可以用来拍摄这个白方块 由于60Hz的显示器一秒容易刷过60个白方块 所以如果我设置相机的快门速度为十分之一秒 它就会捕获下十分之一秒内出现的全部白方块 也就是六个白方块 当然由于显示器的颜色转变需要一定的时间 所以你可能会拍到七个或者八个白方块 那都是正常的现象 那这里我们用仓库有的闲置显示器 华硕的小金刚MAX VG27AQLEA做测试 那首先是显示器默认144Hz状态下的测试 十分之一秒的快门速度抓取一张照片 我们可以看到白块是没有间隔的 说明这台显示器的144Hz是没有问题的 另外这台显示器的刷新率是可以超频的 你在OSD内最高可以调整到170Hz 然后我们超到170Hz以后 还是用十分之一秒的快门速度抓取一张照片 白块也是没有间隔的 那说明这块面板也是可以稳定跑170Hz的 而我们再来看看这台来自拼多多的 双模2K144Hz显示器 虽然UFOTest认为这是一台144Hz的显示器 浏览器一秒也输出了144张画面 但是由于显示面板只有60Hz 所以在十分之一秒的快门下 白块是出现了大量的间隔 通过十分之一秒的快门速度 捕捕下来的白块数量 我们也可以大概推算一下 这块面板的真实刷新率其实只有60Hz 如果我们把系统的刷新率设置到60Hz 让网站也一秒钟输出60个白方块 再拍一张照片画面里的白方块就没有间隔了 证明它确实是只有60Hz 所以这台显示器就是在造假 就是在欺骗消费者 因此如果你真的相信了你的卖家宣传的所谓4K60和2K144Hz的双模自由切换 然后真的在打游戏的时候把显示器切换到了2K144Hz模式 你最终获得的画面也只是2K60Hz的画面 由于2K和4K不是整数倍 缩放的时候还会产生模糊 所以是既丢了西瓜也丢了芝麻 那这样一台商家宣传可以在4K60和2K144自由切换的显示器 实际的售价是749 但它实际只是一个普通的4K60Hz显示器 那假如我们不看刷新率造假 就单看花749买这样一台4K60Hz显示器究竟值不值呢 那这里先说一个小插曲 我们是先购买了一台这个显示器 然后到货以后这个显示器还一切正常 但是因为切换刷新率需要按屏幕的按键 然后按的过程中不小心按到了电源键开关 把显示器关掉了 然后我们再打开以后 屏幕上就出现了一条紫色的竖线 虽然商家非常爽快的承担了换货的快递费 但是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这台显示器的品控确实是比较拉垮 那我们先看看显示器的色域覆盖 我可以看到这台显示器连最基础的百分百sRGB都没有概全 只有可怜的90%sRGB P3色域覆盖也只有区区69% 对比之下 正规品牌的华硕小金刚Max显示器的色域覆盖 达到了99.5%sRGB和92.5%p3 比它是要好太多了 然后我们再看看色准和亮度 这台显示器的平均色偏为2.34最大6.95 有大量的橙色红色和深绿色偏色非常的高 伽玛曲线也是偏的离谱 另外这台显示器的最高亮度也只能达到270尼特 亮度均匀性也是非常的差 最亮和最暗的地方差了17% 那对比之下 华硕的小金刚Max色准就要比它优秀很多 平均色偏1.05最大3.9 最大亮度也达到了350尼特 伽玛曲线也要更准确 另外这台显示器的支架也是非常的廉价 仅支持抚养调节 那对比之下 华硕的小金刚Max不仅能抚养 还能上下还能旋转 以适应不同身高不同的坐姿 当然这么对比确实不太公平 毕竟华硕的小金刚Max也要1799 比它贵了1000块钱 但是通过这些数据你也能看出来 高价位的显示器在各方面的体验上 都会远好于这些廉价入门显示器 而显示器是你在使用电脑过程中 接触最多的设备没有之一 你从电脑获取的信息 80%到90%都源于屏幕 一个好的显示器 能让你的电脑使用上好几个台阶 更高的分辨率刷新率 更好的色彩 更准确的颜色 更高的亮度 这里边每一个参数 对于体验的影响都是巨大的 而显示器基本上是只要不坏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你都不会想起来去更换的 所以我一直秉持一个理念 就是显示器的价格 一定要达到主机的15%到20%以上 你的体验才能比较均衡 你可以把电脑的配置降一降 显示器换一个参数稍微高一点的 牺牲一点帧数换来视觉上的提升 体验也会远好于高配置价烂显示器 当然如果你真的是预算拮据 买不起高分高刷色彩好的显示器 只能去考虑廉价入门款 那在购买的时候 也尽可能多的去考虑大品牌的显示器 不要去买那些不知名的小牌子 甚至是杂牌 当然显示器无非就是面板 驱动板 外壳是三个配件 结构非常的简单 面板和驱动板都有现成的 所以淘宝和B站上 也有很多那种卖DIY组装显示器的 那这种显示器我只能说 有的确实是性价比很高 但是如果你是不了解显示器的萌新群体 那我推荐你还是不要考虑这些显示器 毕竟如果卖家调教不好 你也是第一次购入这种高参数显示器 除了一些显示上的小问题 你可能是看不出来的 那做这期节目的目的就是想告诉大家 显示器这种对于体验影响巨大的设备 能不锁水就别锁水 现在的显示器其实价格已经非常便宜了 各种技术也逐渐下放了 真的不要去贪便宜 买这种所谓的双模的显示器 十个里面十个都是假的 好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算全部介绍完毕了 如果你觉得这期节目还不错的话 就请不要忘了关注我们 并一键三连 我们是全职up主 你的三连会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 这里是硬检查谈 我是辅良卖查人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大家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